华大台湾学生会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举办年度盛会华大台湾夜市 今年扩增到28个摊位选择性也增加了 各式各样的台湾小吃以及游戏摊位 除了满足思想学子的味蕾 也让国际友人体会到台湾美食的多元魅力 在庄严美丽又充满哥德式风格的华盛顿大学苏沙洛图书馆前 传流不息的人潮和喧嚣的音乐声 打破图书馆既有的安静印象 第16届华大台湾夜市 在华大台湾学生会用心筹备下 今年不但扩大规模也新增许多美食和游戏摊位 今天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把我们平常只有在红厂的夜市 我们延伸到了旁边的那个quad还有那个前面的mini hall 然后就整个夜市的规模变大 然后所以让大家有更多的空间 可以有更多的食物选择 然后还有这个quad就是全部是玩游戏跟卖就是冰淇淋那种 我们突破我们的纪录就今年有28个摊位 然后就很开心大家可以来 然后觉得是一个很成功的夜市 烤得香喷喷的玉米香肠 现做的红豆饼挂包咸酥鸡 还有真人版的珍珠奶茶 欢迎民众一同合影 台湾夜市热闹又充满亲和力 让思乡学子以及外国友人都对这场美食嘉年华赞不绝口 我很喜欢今天的夜市 我很喜欢炸鱼鱼 我刚刚还要吃了炸豆腐 我觉得很丰富 然后节目很好玩 夜市前方的主舞台邀请夏土地区多位知名歌手献唱 舞台上下火力四射月夜越美丽 在华大台湾学生会卖力筹备下 台湾夜市最流行的美食及游戏 第一时间让海外民众抢先体验 整场活动持续到晚间十点 大家随着音乐尽情摇摆 感受宝岛的热情与魅力 台湾宏观电视王玉凤 美国夏土采访报导 夏土采访报导